好,各位,我们今天要说明的是 你要使用Arduino,必须先让你的电脑认得Arduino的装置 那所以我们先要去原厂下载驱动程式 请各位打开克隆浏览器 然后呢,请你在Google的搜寻列上面 直接打Arduino,搜寻它的官方网站 好,这个Arduino Home就是官方网站 那Arduino的驱动程式跟它的 我们把它叫俗尊叫IDE程式 IDE,那它在这个download的地方,各位点一下 那会进到它的下载页面 进到下载页面之后呢,这边有 那个Windows的安装版 Windows的安装版 那请各位直接点一下 那如果你 如果你今天需要的是这个免安装版本 就点刚刚那个ZIP的版本 好,那它会进到 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软体 它可能会叫你,看要不要捐款的话 那我们不捐款的话,直接下载 就是Just Download 好,那它就会开始下载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好,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这个地方 如果你下载的是ZIP党的话 那因为这一支程式 它里面会带有Arduino的驱动 那所以如果你是下载ZIP党 你没有安装 安装好之后呢 它是直接可以抓到驱动 那如果你是下载ZIP党 没有安装的话 到时候你的驱动程式要 从那个解压缩的资料夹里面再去抓一次 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 我们 所以这一支 接下来我们去下载S4A 我们要下载S4A 那所以请 各位 再开一个新的Google页面 然后直接打S4A 那在S4A的官网里面呢 我们要下载两支程式 两支程式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 好在S4A里面呢 一样点download 一样点download 那点download之后呢 它跳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那个S4A就是Squatch 那个改版 让它支援Arduino的 那个Squatch的程式 那所以它呢 要操作的话呢 它还是需要安装这个类似Squatch的S4A这个软件 那它是Windows版的 那就点一下Windows 然后另外呢 因为我们的电脑 如果要 刚刚我们如果 待会如果装驱动 它会认得Arduino板子 但是呢 你的电脑并 你的Arduino并不认得S4A这个东西 这个软件 那所以呢 待会我们也要下载它的韧体 就是S4A的韧体 那S4A韧体呢 在下面 所以你稍微往下拉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安装它的韧体到你的Arduino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韧体上传到你的Arduino上面 那它韧体在哪里呢 在这里 可是不是点一下哦 是要按右键另存文件 所以我们在这个Here的地方 download的frameware 就是下载韧体 所以请你按右键 在Here上面按右键 然后这里有个另存连结 然后你把这一个档案把它存起来 把它存起来 这个是它的韧体程式 我们到时候会用这一个Arduino的ID 把它的韧体传到板子上 把韧体传到板子上 所以大概就是会有这三支程式 那另外如果你的板子不是标准版 你的UNO版不是标准版的话 那我们会另外去下载一个USB的驱动程式 那这个部分呢 就请各位直接在 直接在Google的搜寻列上面 直接打一个叫CH34 因为那个 因为通常那个相容版 大陆做的相容版UNO版 都是用这一支驱动程式 所以我们就点到这个CH341 Serial ZIP的下载页面 江苏的公司 那点进来呢 这通用 通用 就是只要你是合板 相容版 你只要是那个 Arduino的相容版 大概都是用这一支程式 那这里有个Download 下面这个地方 CH341 Serial 这个 这个EXE 这个就是相容版的驱动程式 请你把这支程式也下载回来 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Download的地方 好 那所以你要驱动Arduino 如果你是正常的标准版 就是安装这一个 然后呢 如果你是那个相容版 大陆买的相容版 就安装这一个 基本上有这两支驱动程式 你大概所有的 Uno版都可以顺利的驱动 然后驱动之后呢 我们会需要 板子上会需要有S4A的韧体 那所以呢 我们会用Arduino这支程式 把S4A 把它送到Arduino的板子上面 那Arduino的板子上面 如果有了这个韧体程式之后呢 你所使用的S4A的软体 它就可以看得懂 你S4A的程式 就可以直接Arduino跟你的S4A做沟通 所以这总共会有这四支需要的程式 好 那我们到它的下载资料夹 我们到下载资料夹 所以你把下载资料夹打开 刚刚呢 就有了这四支程式 那我们先 先把Arduino Arduino 这一个程式先做安装 按4 好 它等一下会问很多事情 那我同意 下一步 安装 好它等一下会问一堆事情 然后这两支呢 我们顺便就把它解压缩 请你按右键 7IP 解压缩 到它的资料夹 然后这个也是 S4A 这个也是 7IP 解压缩过来 那解压缩过之后呢 这两个压缩档 其实就可以不用了 好 然后里面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相容版的驱动程式 你解压缩开 如果它有那个简体字 的资料夹 如果有简体字的资料夹 你要把那个简体字拿掉 不然的话 Windows系统会读不到资料夹 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刚刚的Arduino ID呢 还在安装 我们等它一下 同时你可以做 等一下 好 他会问哦 问你说要不要安装USB的Driver 然后你就按 都全部都打勾 然后安装 他还会问其他的 这是标准版的 Arduino会装这些东西 好 那这个 安装 大概会问三次吧 他可能会找很多的那个 相容的USB的那个 会再问 好 那如果你是大陆的相容版 大陆的相容版 那个对岸座的相容版 你记得CH341是要安装的 所以你把它打开 直接按Setup 直接按Setup 然后按是 好 让他去安装大陆的相容版的驱动 那这里会告诉你他要安装到这个地方 直接按Install就可以了 好 如果出现红色讯息 你就要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那个资料夹的简体字 没有拿掉 好 好 那他就跟你说他已经装好了 然后就关掉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相容版的驱动程式 好 那这个Arduino的部分 这个已经正确安装 就点正确安装 这个韧体程式送到你的板子上 好 他装好了 装好了把它close掉 他装好的东西在这边 装好的东西在这边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用 然后这个是那个 呃 就是我们要操作的软体的画面 就是柜曲的软体的画面 那这个一样要安装 所以一样点两下 好 按4 然后下一步 我同意声明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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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桌面的捷径按钮 把它打钩 下一步 安装 我们将来就是在这里操作这一个写程式的地方 写程式的地方是在S4A里面 它介面就会像Squatch 好 他问你要不要先启动 那你先不要启动 Finish关掉 Finish关掉就好了 好 这样就安装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最重要的步骤 你的板子要认得S4A的话 你要先用这支 Arduino这支ID 把它送到 把这一支程式送上去 好 那请各位先把你的 那个 电脑的管理员 请各位在开始这里 点一下 然后电脑按右键 按管理 好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电脑的所有的装置 好 所有的装置管理的地方 这里有个装置管理员 请把它打开 好打开之后呢 连接部这里 请你把它打开 好 这个地方是电脑所有的装置 那如果你的装置有问题 它这边就会出现金套号问号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请你把你的板子 你的板子呢 把它插到你的电脑上 好 这个USB的 连接后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 那当你插进去之后呢 好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它在抓驱动程式的画面 好 它在抓驱动程式的画面 然后它就会开始去找Arduino的驱动程式 好 那如果 你也可以点两下看它抓的进度 抓的进度 好 通常第一次会比较慢 第一次 好 这个表示这个是相容板 相容板 它已经抓到了 那抓到之后呢 它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好 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个连接部的底下 然后你是相容板的话 它可能会显示USB Serial 那也有可能会显示什么雕刻机 雷切机 因为Arduino板子也会被拿来用在那个地方 好 这是相容板的出现的 好 那如果你是标准版 这里就会出现Arduino 会出现Arduino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通讯的窗口 好 这里是CAM4 那你的不一定会跟我一样 好 这CAM4待会要用到 好 那这样表示呢 电脑已经认得你的Arduino 电脑已经认得Arduino 好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电脑不认得你的Arduino 出现金刚号 那你记得在上面按右键 更新驱动程式 然后去找到你刚刚驱动程式的位置 好 然后在下载的地方 刚刚下载的地方 好 所以如果你是相容板会在这里面 如果 如果你是那个原版的 就是标准版的 它会在 那个Program file的Arduino里面 Arduino的Driver里面 会在这个地方 好 好 那如果你已经找到就不需要再安装 好 那如果是相容板它会要抓两次 它会要你抓两次 所以你要做同样的动作会做两次 好 那我们因为已经抓到所以不需要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它抓到了的话呢 我就要用我的Arduino的ID 把韧体传到板子上 好 所以你把Arduino的ID打开 打开之后呢 好 要允许它存取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工具这里 请你一定要选到对的板子 如果你是买Uno 就选Uno 然后这个通讯的窗口呢 刚刚我们出现的是COM4 所以你要选COM4 以你自己电脑的为准 好 选好之后呢 我们要 要把这一个档案在这里打开 所以你要按开启 好 开启 然后选到你刚刚下载的地方 好 在这个S4A Greenware Greenware 然后开启 然后他要问你要不要 打开资料 建立资料 讲话 好 一定要按好 好 好 那就会把他就会把程式开出来 那这程式你不用管了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翻译 的工作 翻译官的工作 他会负责 那个S4A跟Arduino的沟通 好 那我们直接把它按上传 好 他这边就会告诉你他的进度 然后这边显示说你是用Arduino Uno 然后你的通讯窗口是4 那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呢 好 这个绿色进度就会跑到后面 然后跟你说上传完毕 好 上传完毕 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哦 你的S4A是不能开的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可以不用关的 这个是不能开的 如果这个开了 他们两个会 抢同一个通讯窗口 会抢同一个通讯窗口 就会失败 所以你在上传韧体的时候 记得这是要关掉 好 上传完毕 然后他会跟你交代一些细项 那这样就是OK 正确了 那正确之后呢 待会我们S4A打开就可以抓得到 那如果你这边出现了红色 有出现问题的话 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这里没有选好 这里没有选好 或是你的S4A是开折的状态 或是你的板子没有差 接触不了 大概就是这几个问题 好 这个传过一次以后就可以关掉了 以后不会再用到 除非你的板子 你拿去就是重新烧韧体 玩别的东西 否则的话呢 大概就不会再用到烧入这个动作 好 好接下来 你的板子上面已经住了翻译关 所以我们把S4A直接打开 打开之后 他就会开始去找你的阿伯母板子 然后那个S4A韧体 就会负责翻译的动作 几秒钟之后 这个数字会开始跳动 数字开始跳动 就恭喜你 你已经完成所有的驱动安装的步骤 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这样就是OK的 然后你有时候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开了两个S4A 那你另外一个会抓不到 好所以留下一个就好 留下一个就好 好那安装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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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